2019年加州有多项的劳工心法上路 那么当企业雇主将新员工加入了公司团保时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东三新闻特别联手了华新保险 由团体健康保险部门的经理为大家深入说明 公司的企业雇主及人事主管 在新员工申请保险时最需要注意什么呢 A 试用期 B 计划的选择 C 医生的选择 D 保险公司账单的更新 E 以上皆是 答案是以上皆是 如果说今天公司有提供团体健康保险 很多时候我们在雇用新员工 要把他加入公司健康保险的时候 常常都会发生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该生效 因为可能不清楚自己公司对新员工的试用期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要跟保险公司查清楚 您当初跟保险公司签的合约是30天的试用期还是60天的试用期 要不然往往你可能本来想要加这个员工在下个月一号 可能却变成了这个月一号或下下个月一号会影响到新员工的权利 再来的话就是在医疗网的选择还有医生的选择 因为很多时候当一家公司你们可能有好多个不同的计划 但是在交递给保险公司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你们选择了哪一个计划 之后就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员工他的计划内容跟原来所想的不一样 而且甚至我们常常会发现 有的朋友他是在公司等到renew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员工所存在的计划是不对的 所以这边我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如果您是人事部主管 或是公司负责这个就是公司保险账单的这个经理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检查每个月的账单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个月账单它可以显示 今天这个员工是不是还存在公司 或者是不是离职了 但却还在被收费 或者它的保险费会不会不对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文湛加州亚裔市场当中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 华兴保险的华兴智德西系列 下一集我们将探讨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也欢迎关注朋友继续的来锁定